千万超跑麦拉伦行经路口时和休旅车发生碰撞 事发在26号下午3点多台中西屯区 休旅车右前车头碰撞麦拉伦左后车尾 双方车身板筋都受损掉期 警方获报道场处理初步调查麦拉伦在执行车道要左转 而休旅车在左转车道却要执行 两车都违反标线才在路口碰撞 至于详细肇事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这辆麦拉伦行车价一千多万 有独特两片式电动可拆硬顶敞篷 车顶能在15秒内轻易完成收纳或开启 这回汉休旅车发生车祸后保感毁损 维修费恐怕破百万 东三新闻台中采访报道 北宜公路上机车呼啸而过 而这辆亮眼黄色冰士 驾驶在过年间想耍帅下趴一下 却被警方一眼试破 这车牌不对啦 还有这辆BMW M2 同样贴着别人的车牌 逃不过警方罚眼 车主的爱车被扣走 也只能乖乖罚站目送他离去 派出所前一字排开 一点也不夸张 全都是新车价要价超过两百万的名车 不是宾市就是BMW一共六台 龙年驾驶开着爱车上北宜兜兜风 这下全半路遭拦截 派出所也瞬间成了名车展相当吸睛 吸引过年走春的民众忍不住拍照分享 还以为自己来到了名车展 只不过这名车展有一点特别 因为轮框竟然被铐上手铐 就怕车主太想念爱车上演偷车戏码 警方也严正以待 但车牌遭吊扣就该好好让车在家过个好年 心存侥幸贴牌开上路 这下耍帅不成 新年里先收到政府的罚单大礼包 东森新闻江仲华在新北报道 隧道内一辆白色轿车 蒙踩油门加速 接着直接跨越双白线超车 后面另一台百万名车 紧跟也一样画葫芦 违规且车道 但当目击民众想检举时 却发现这两辆车的车牌都被遮住 车牌超香的耶 这是没办法接着的 没办法 8号晚上7点多 国道5号隧道内 两辆车遮蔽车牌后 大胆违规乱且车道 情车记录器曝光 网友怒批 手法挂车牌的违规了乖乖被开罚 没挂车牌的为所欲为 有钱买车没钱缴罚单 像这样遮蔽车牌 开在路上朵茶器 最高可开罚4800元 警方货报已经调阅相关监视器 追查当中 东森新闻代志剑 胡佳蓁一览报道 路边一棵巨大的榕树倒下 压在一辆白色的小客车车顶 造成小客车明显毁损 事发地点在台北市信医区 国父纪念馆附近 仁爱路四段的巷弄内 6号早上 这棵大榕树不明原因倒下 现场拉起封锁线 砸毁的是一辆名车 还有一名82岁的劳夫人 吴端早首颇及被砸中 索性没有明显外伤 送医后无大碍 警察获报后到场处理 并通知有关单位清除 台北市公务处 公园处人员也到场 书干机部腐朽 疑似罹患核根病 但缺陷原因还要进一步厘清 而被露数砸伤的名车 公园处会协助申请理赔 通知新闻台北报道 看看色泽再捏一捏软硬度 看乌鱼子是否新鲜 过年将近许多民众 会到渔市半年货 彰化温子渔港 却出现一名女子 甲财买真行妾 她提着大袋子 对着店家东张西望 观望了一阵子 靠近摊位摸一摸 最后锁定这个目标 这名女子来来回回摸走 至少四片乌鱼子 要价将近台币一万元 趁人多老板不注意 就开始行妾 偷一家还不够 她偷完那个乌鱼子 现在又过来这边了 女资专往第二摊 又拿了两大片 共台币三千多块的乌鱼子 偷了至少六片 接着转换目标 对鱼虾下手 女子行妾手法 都是看店家人潮多 老板忙着招呼其他客人 就见机下手 把高仗还先偷偷 装进自己的袋子里 没想到统统被监视器拍下来 开得起名车都不缺钱 她还是做这样的东西 偷窃围 对啊 她是一个变成一个批号 实在是对我们真的 攀对的生活不好 根据目击店家指出 女子最后是开着名车离开 满载而归 遭窃店家却 损失惨重 小偷趁着年关将近 专挑人多的市场 伺机而动 不只如此还专挑勾架 屋于子下手 这回愚犯只希望 警方能尽早破案 让应得的辛苦钱 回到口袋好过年 东森新闻 陈鸿一 王兴华 当话 彩晃报导 国道上红斑马出动 民起警敌 因为前方内侧车道上 这辆黑色双B车行机诡异 小客车 BMW小客车 外学报号牌 请靠边停车 接受警方南警 仔细看这台黑色双B名车 车尾看不到车牌 跟车身一样全变成黑色 远景将驾驶栏下 发现不是没有悬挂车牌 因为车子停下后 车牌就瞬间跑出来了 但两秒后又不见 原来驾驶装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车牌遮蔽器 好几年前是很夯的东西 遥控的按一下 他就把牌给遮下来了 再按一下就打开来了 这种号称 可以预防检举达人的车牌遮蔽器 一组包含主体和车内控制器 遥控器和点焰器供电接头 要价2400元 只要把车牌安装好 接上电源按下遥控器 中间这块黑色布帘 就会像电卷门一样降下 车牌犹如变魔术一样 凭空消失 再按一下又瞬间出现 因为有违法问题 一般店家不敢卖 只能透过网路购买 因为安装过程不算太难 有些民众都会购买安装 像是违规林亭闯灯 或是在国道上超速 规避ETC收费时就会开启 但警方表示 车主如果自行加装车牌遮蔽器 就算没有使用 被查到也可开罚2400元到4800元罚还 这台被蓝查的双臂车车主 先收到一张罚单 也被要求必须换领牌照 同时还要追查击欠的通行费 得不偿失 东森信王府安张四贤罗金奇 在台中高雄采访报导 我在这边都感受得到怕云 超热的呢 一辆白色百弯轿车停在路边 车头燃起凶凶大火 冒出的黑烟不断上窜 让路过的骑士停红灯 吓得不敢太靠近 那人不知道我们会怎样 因为我们的快感 不然我很怕油箱爆炸 对啊 绿灯一亮骑士猛猜油门离开 后座的乘客往后一看 整台车的车头已经被烈焰包覆 里面的骨架跟胎框统统被烧黑 而上串的黑烟不断熏着隔壁民宅 画面相当触目惊心 而这一段影片在网路上流传 拍摄的地点是屏东连接 高雄林园的双园大桥 至于确切时间以及有无人员受伤 还有带相关单位说明 东森新闻在高雄报导 只见欧姓名车 车头不断窜出火蛇 还伴随大量浓烟 消防队员赶紧就位 洒水灌旧 已经该打开 走开走开 而正在轿车旁 慌慌张张的粉色男子 正式驾驶 消防员赶紧要他躲到一旁 保命要紧 机械场面就发生在11号上午8点多 当时这辆轿车一转弯 先从车屁股不断冒出黑烟 但仔细一看轿车底盘早就着火 不断有火焰窜出像是电影特效一样 接着引擎室火势越来越大 一旁的骑士 店家立刻打电话报警 我们只是让他就是 对有分 但是没有完全 因为那引擎室已经开始在闷了 闷烧了 那个我灭不到 因为那引擎室是关的 没有开 那底下那个 看得到明火的部分有稍微灭掉 幸好当时有路过骑士看到 立刻提醒驾驶 而且路上车流量也不大 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暂时也向警方共称 他开着开着的确有听到 噼里啪啦的声响 接着闻到怪味才赶紧靠边停 但好端端的百万轿车 怎么会突然开启风火轮模式 路上行驶 起火原因吓坏众人 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后续厘清 东森新闻陈明镇SNG小组 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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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